15 21米10 比较轻松 应该说看这个比分 战胜的德国选手金奈瓦特和舒特勒 只用了29分钟 我们来看这场比赛 反手想勾勾对角 这球出箭了 费毒 绑一上来是3比0 3比0里面两分球是直接攻死对方 一分球是郑少杰自己失误了 今天报恩打的还是比较耐心 下来是比较耐心 比较耐心 Linco 看上去 了解 Bowans打的 好球 打的 弹头 有好球 郑少杰的这个进攻和包吻的这个杀球进攻还是不一样 动作相对于说会比较小 突然性比较大 反正的进攻就失误 看着这个前面这几个球打得很辛苦 看他这场街打球满场满场飞 这次打球风格就这样 也没有出现了 还是反正对角和出现 对吧 就是测试 郑少杰可以就是考虑尽量跟他多磨一磨 机会 坏了 哎呦漂亮漂亮 前面这场一直很主动的球 对 有突击的机会没有拿下来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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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直线好像对郑少杰的威胁很大 他在两边跑啊 太累 他两个底线的球的弧度还是过不了那个 包吻 嗯 嗯 8比3 8比3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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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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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她眼线的地方 对 前面你看对手才拿了五分 这是高恩的一个特长 反拍拐对角的质量非常好 其实有几分球 郑少杰的球路选择还是不错的 他个子比较高 下肢的移动也是一样 比如说被动的转体还是比较慢 这也是投顶军掉这个直线 这是第二个失误 哎 发球没发过去 七比十 好球 9比10 正好把这比分要追上来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 把自己的失误 11比9 11比9 1 第一局的就是担心事件 第一局的就是担心事件 这一段我们看郑少杰森打的 并不太成功 嗯 一个没有限制住 这个鲍恩的进攻 嗯 再加上自己的可能失误也偏多一些 对 开局呢 高恩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 前面的这个五六分 把这个 陈小杰倒是调动的满场飞灭 对对对 后面这一段呢 也是出现收利 嗯 提高了 嗯 看这个比分还是咬得很紧 对于比赛这个观赏性还是 对于比赛这个观赏性还是 económico